旗子實戰示範班 由羅Sir親身入試示範 真金白銀作實力表演 教你短線炒賣技巧 今年的課程你又怎能錯過呢? 7月17日星期二有新班開課 歡迎網上報名 基材TV 港故周世華里芝 昨晚方面美股上升 升到92點 再加上中央送大利因素下 今天的港股再度高開 高開是120點 不過高開價位是今日最高點 之後走勢回軟 今天特別在3點後跌小加劇 收市方面報恆指19,025點 下跌了152點 成家方面增加了420億 今天差不多跌到低位方面的收市 高低報復來說有297點 還有其次方面怎樣做 好 先看逃避 今天的大節走勢來說就不太好 為什麼呢? 高開一條大音速 走勢就不太好 現在來說怎樣預位呢? 預算這裡 上面 好 這個 這個 這個就是阻力 阻力方面 19,579點 19579點 當中來說 這裡要衝破後才可以起飛 才可以做好 所以持貨朋友來說就不用急 等破這個位 如果你說想買股票的話 資時位方面 資時位方面就是這個 價位方面18,850點 18,850點 當中下跌到這些位 怎樣看呢? 資時位就是這個 如果你說來一條大音速 又坐下去 好像今天這樣的狀況 這裡來說有機會破 我們不如順勢 追估就更好 你說下跌的階段來說 有些短小音陽足 小小的短小音陽足 慢慢慢慢下跌的 這個做法就不同了 就是這些裏面反彈 所以有時候下跌到這些位 看怎樣下跌 是急跌 還是一個慢慢慢慢 一些陰陰的下跌 陰陰的下跌來說 一些短小陽足 短小音足 就可以嘗試反彈 都可以的 但你說大音足來說 通常就直接在這裡 追貨追估 就是這樣的做法 你說做買一買 我們做期指怎樣做 期指方面看回這個圖 今天這個就是我們所說的 期指有石圖 這個月份來說是7月份期指 我們今天要做買賣來說 是做7月份期指的 因為為甚麼呢 6月份今天來說就是結算 通常結算的階段 那月份就沒得炒了 所以6月份期指 今天就不會做 是今天會轉做7月份期指的 你說今天裏面的狀況 走勢何時開始急 這部分開始急 3點鐘底後 有時你做買賣裏面 怎樣預算一些位置 好像這些這樣的預算 留意一下 這樣 通常來說 你說跌破一個支持位 就會沽貨的 不過你看到這裡 跌破了是對的 但下面這裡 是不是有一個所謂的支持點 這裡留意一下 這裡有一個支持點 就是我們今天上午的 一個所謂的day load 低位 通常在這些情況裏面 你沽貨的話 跌破了是會沽期指 不過通常沽貨來說 就不會太重貨 因為為什麼 下面有支持 通常這裡來講 你會沽一柱 留下另一柱 是破了這個位置才再沽 所以做買賣來講 有時懂得看位 看位的意思就是 在破位之後 下面還有沒有位 如果破位之後 下面沒有位 那我們怎樣做 那就沽重點火 好像這些 破了位下面沒有什麼位 那就沽重點火 但你說沽了之後 這裡還有一些位 通常沽貨來說 就不會沽這麼重 可能沽二分之一 三分之一 如果沽了之後 到這裡 已經發覺下不了 就吃糊 下得到的 就再追沽多一下 通常這樣做法 通常會是 所以做買賣來講 要懂得看位 這些是說破位方面問題 大家要留意一下 另外今天講到 這些大行報告 大行報告裡面 提及到哪一個股票 稅銀提及到 這個2888 這個就叫渣打 就說明年氣 去盈利方面縮減 目標價會降300% 如果渣打的看法會怎樣 渣打的狀況 這個股票2888 走勢方面來說 有機會轉淡 所以有貨的朋友小心一點 平均線有機會 想跌破 另外 這個美銀提及到 美銀提及到 這個創科669 創科669 目標價 互體11.8 股值方面吸引 評級是買入的 這個股票是不是買入的狀況 其實通常我們不選 因為為什麼 太過繁複 你看這些星星跌跌來說 很多時候有時候錯上錯落 走勢來說其實不是那麼順 所以要去升來說是比較難 所以通常這些股票來說 我們不是那麼勉強的 另外是大摩 大摩看什麼呢 看這個11.77 11.77這個 終身一個制約 未來60日會上升 看未來60日會上升 不過這樣說 這日股票來說 之前升幅來說 都幾多 所以現在再買入來說 好像變了水味一點 所以這些來說 通常他們說看好 你會不會再追賣 其實你看到累積升幅 都這麼多 都無謂再追了 因為這個幅度來說 其實已經幾多了 已經升了一元 所以這些要小心一點 今天和大家說一下 什麼叫升破 什麼叫跌破 其實破位方面來說 有幾個解釋 我就以升方面為一個例子去說 什麼叫升破 一個解釋就是 當你的價位方面 在某一個時間 高於那個阻力位 那就當成升破了 可以入市拿貨 譬如上午11點 或者下午的3點 3點半都可以了 第二個說法就是 要價位方面 是over了阻力位 多少個percent 譬如300% 先當升破 第三個說法就是 價位方面 要over多少日 譬如高於阻力位 譬如3天 先當升破 第四個解釋就是 以收市價 當一個升破 至於收市價高過的 就當升破 所以破位方面來說 有不同說法 個人選擇用什麼方法呢 就是第四個方法 以收市價作準 至於收市價高過的 就當破位 就當升破 為甚麼呢 如果第一個方法來說 中段時間高過的 快當升破 有時有個情況就是 幾分鐘後來低收 這就有個所謂的陷阱 如果你說用percent去計算 或者幾個日 很多時候在這樣的情況下 是會買貴了的 買貴了來說 都會蝕底的 所以我會選其中間位 就是第四個方法 以收市價 破位的就當升破 這個方法有時 是比較實用性高一點的 好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